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家庭啊 感情融洽 远比是非对错重要 远比是非对错重要 我就希望你们呢 从今天开始 全家人的相处啊 用赞美啊 鼓励啊 相亲相爱啊 来取代互相指责 然后这样子呢 家里有和气 有道气 就会有元气 日本人很重视有元气 身体健康有元气 然后有财气 有福气 这就是利嘛 而也不只是这样子 互相抵立 免利 还可以成为正人君子 不只是这个利 就是表示有财气 有福气出来 然后呢 做事可以做得通 做什么事都行得通 事业也通顺 人事也通顺 叫亨 再来就是利 利就是我们后期 刚才鼓励这个日本坛主的 就是有财气 有福气 再来就是财 财就是成为正人君子 也可以教育出很多正人君子 夫妻感情融洽啊 就好像天地相合啊 万物生长就会长得很好 如果天崩地裂 夫妻一天到晚吵架 就天崩地裂啊 天崩地裂 小孩子怎么可能长得好 一天到晚台风啊 地震啊 海啸啊 万物怎么可能长得好 不可能 所以我们做夫妻一天到晚吵架 小孩子一定会有问题 不管是冷战还是热战 感情不好的话 就好像天地不调一样 天地不调怎么样 万物不生嘛 所以男女不和 男女不和的话就变成说 子女就无财无德啊 就很容易变成无财无德 所以贤亨利争 娶女吉 所以这种关系建立起来以后 就可以娶女吉了 这次就可以婚嫁了 男婚女嫁 就可以把这个女孩子娶过来 而且吉 这娶过来的这个女生呢 可以帮夫帮家 非常的好吉 吉祥如意